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说爱尔兰仔很够 因为以前爱尔兰的领导人都是 以色列的军事人道很厉害 今次他们的类南国家队 亦都在欧洲南球 联赛预选赛当中 对阵以色列队 他们就回避了赛前握手的 这个质疑的常规礼仪 为什么他们不肯 我如果这样听的话 你不对 爱尔兰那么小气 也不关运动员的事 我们的思路很清晰 这些事情不应该这样 但是今次又有点不同 为什么呢 原来 最搞笑的是 这个爱尔兰是为了回击 以色列南协 以色列南协 在赛前 以色列南协在赛前 就说 爱尔兰国家队 反右 又是这样 他未比赛已经这么说了 已经是这么说了 原来 在 李家举行的 2025年 欧洲 欧洲 逾赛赛上 爱尔兰国家队 拒绝 和以色列国家队 握手 因为赛前 就是 以色列的南协 原来是回击他们的南协 那南协就说 大家都知道 爱尔兰这个国家队 有反右 又是这样说 他这个 南协的发言人 他就说 众所周知 他们相当反右 这个不是秘密 可能这个是 大家期待一场强强对话的原因 但是 爱尔兰女男 在赛前就说 这些言论很有煽动性 完全是不准确的 他也说 他们 球队 不参加传统赛前安排 好像 是交换礼物 和正式握手 他就说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 也说 这个球队 在 替保值上 也有聆听国歌 而不是站在场地中心的 那么爱尔兰南协对于 这位以色列南协的 发言人 说这些言论 向国际南联报告了 并且 他就说 这个国际南联 完全支持 爱尔兰国家队的决定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扣他没有指 说他反右 所以他就 你这样说 我就不跟你握手了 我不跟你握手 令到人觉得 都挺远色的 因为初初来 这样也不跟普通球员事 但是 现在 你这样扣他母子 搞到他不跟你握手 是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 对吗 因为我们以前也说过 我们一条路 只是一条私路 就是为你这样 不多大气 以色列的军事 行动 代表普通国民 或者球员 不代表 但是你南协就出来 你一直都反右 你这样扣人家母子 他不得不回应 对吗 虽然越来越多 爱尔兰人 包括球迷 撑你们 也是抵制 和以色列比赛 但是 这场比赛 还是进行的 进行的 是第一个欧盟国家的感光 所以以色列就怀恨在心 为什么这么说 有什么问题 之后有人就说 问这个爱尔兰特部长 为什么 政府完全没有介入这场争论 比赛 进行 应该交由国际管理机构决定 比赛 前 其实以色列的教练 也批评了爱尔兰 就说 你 不尊重 也在以色列分享了比赛前几天 的训练照片后 也说 抵制他 爱尔兰 抵制他等爱尔兰就没有了 因为 现在大家知道乙军 都是做些 原来乙军 是有到访 爱尔兰国家队 国际拦贴就承认这些照片 他说 要查一查是否违反了 他们的价值观 什么 即是说 撑乙军的照片 他的意思 噢 这个是 比赛那时候正常的事吗 他不是这么说 训练期间或者比赛前期间的 正常的事 现在 德国的声 以色列特意分享了这个训练照片 当然 这个训练照片一出来 为什么大家这么大争论呢 我说了一次 因为以军到访 当然国际男人也说 看看他们有没有违反价值观 但是违反价值观你也是比赛 当然 以色列那么强 虽然外尔兰是没有抵制比赛的 但是 这些跟乙军一起拍照 也都令到很多外尔兰人说 不如不要跟他比赛 但是他有比赛 这个也是对的 如果不跟他比赛 他有个 借口也说你反右 除了说你反右之外 他也都是 其他东西都没有什么 当然扣这个没有字 但是你说 有没有其他违反什么法律 也没有 也没有 其他东西 他只是靠你没有字 国际男联也表示 如果球队抵制比赛 将会 重罚并且逐出比赛 所以他们的 外尔兰国家队也是聪明的 但是你没有说 不跟他握手不行 而且他跟你说 其实他打了声招呼 他不是临场 他打了声招呼 而且外尔兰的这个行为 也没有被国际男联说他不行 当然 他也是为了回应以色列 之前我们说的 好像乌克兰那些球员 他就不跟俄罗斯的 球员握手 这是第二件事 我们也说过 平民之间 运动员之间 没所谓 但是 为什么这次外尔兰得了这么多人支持 因为他是被以色列扣武指 他被以色列扣武指 为什么扣武指呢 因为他们总理 这个外尔兰的总理 都算是公道的 有几个欧洲的领导人算公道的 几个欧盟领导人 外尔兰 西班牙 葡萄牙 还有 比利时 他们相对来说是公道的 不会是偏向一边的 这也是值得因为的 因为你知道 政治正确是不敢出声 好像老冯 没底线 撑意色列 现在他不敢说 炒了车 收了 收了 但是始终有几个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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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说他不握手,这次他反而有他的理由 你扣我母子,我表示一个反对 或者表示一个反击也怕了吧 因为他说了招呼,他说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说明了不参加传统的赛前安排 好像交换礼物和握手,我说明不参加 我们只是在帝宝席唱歌,也不会在球场中央 这样说,他也是聪明的,因为他不想你难看 我最怕你走到前面,他不跟你握手更难看 这样更难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网球手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女网球手跟你握手,他们就不握 走到前面就不握,结果是当场被人去 但他也算先礼后兵,而且对你一个回击 因为你扣他帽子 这就跟之前的不同 所以我们很清晰的思路 看回外尔兰,他们当然是输了一场比赛 外尔兰是输了多少次,输了30分 不过没有问题,这个体育竞技,关于体育竞技 外尔兰国家队的教练 Weldon就说 对于这样一群年轻的球员来说 他们的压力很大 也表现出难以自信的成熟 我们说明我们是这样做的 而且我是说明了 而且这是对你的一个回击 因为你扣我们,没有只说我们反游 这个也是 几大的万能研发,反游 反游啊 反游啊 反游就是哈马斯 对于所有人来说很困难 在回应外尔兰拒绝参加赛前典礼时 他也说我更远说的是蓝球严 是这些资节 我们只是没有参加赛前的活动 直接原因就是 赛前 以色列的阵营对我们球员 是发表了 无理 无端 不可接受的言论 他意思是 如果你不是 无端白士说我们反游 我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不会这样做 那也是 你也是的 为什么无端不 是不是有说惯了口 反游啊 看法是 说你又是说惯了口 反游啊 这位教练也是有理有竭的 当然了 以色列当然不会放过你 以色列教练 德鲁克就是 外尔兰人的行为 完全不可接受 也说 外尔兰人已经得到了惩罚 请问你有什么惩罚 输了一场比赛 输了一场比赛 他们预认了实力是这样的 原来 以色列南协也报告了这件事件 以色列南协的官员说 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的 从事体育几十年来 一直都没见过这样的状况 因为之前没有这样说反游 你最近猛这么说 当然几十年没见过 其实这个外尔兰的观众都说 几十年来 袈裟最大事件就是现在 行不行 当然这样是不对 我不对的意思是逻辑说不通 因为他 蓝球归蓝球 但是我说一次 我们很清晰的 为什么外尔兰的球员这样 是因为之前你扣的帽子 这个教练说 你说这些 无端白事 你为什么要说我 你还说你做所周知 你们是这样的 这个帽子扣得真是大 我这样说 又看不到美国这些盟友出来撑他们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7分 越撑越7分 可能说说 其他已经撑得很厉害了 是的 其他已经撑得了 是令到大家都讨厌的 你这些扣人家的母子 你还撑得了就糟糕了 以色列男人也说 没有哪场比赛是不欠让 不握手 互相捉害 不是的 我就是了 他说蓝球 他说 他们是错的 卖出了错误一步 他们受到惩罚 什么惩罚 是否输了一场比赛 原来以色列 他们说 这个不单止 是一场 球赛的胜利 更加变成了个人恩怨 关什么事 你有说到很大个人恩怨 其实他们 都是因为反击你 乱差地扣他 没有指 看看他们 就各个时 缺乏注重 我很难受 就他们国家缺乏尊重 是不尊重他们国家 你说是谁 是不是就你们国家时 体育应该将政治自身示爱 如果按照同一逻辑 你们什么都扣哈马斯武指 亦都说 有些人 撑哈马斯 有什么艺人 也扣过很多人武指 外尔兰人没有这样做 原来外尔兰人 在10月10号 将会在福塞当中再次迎战意识 你到时不知会骗 可能到时会骗的 因为他这次是为了回击你 因为你不肯 不是不肯 你特意说 反右反右反右 全世界都知道 你真是说惯了 你真是说惯了 另外呢 刚才我们说了两大万能 第一是反右 第二是哈马斯 原来以色列国防军 亦有一个新消息 他们说以军在 联合国东巴勒斯坦 救济处 被在西方暂停了援助的机构 发现了哈马斯的设备 以色列同样是 发布了一张照片和一些视频 他就说这些设备 全部都是哈马斯 重要和绝密的资产之一 包括这个组织用在 情报通讯的数据中心 但是这些 数据中心 我不是在帮哈马斯 但是这些 其实他都可以用 他上面有没有贴着 在哈马斯 应该不会吧 用在哈马斯 应该不会吧 对此 其实 这个近东救济处的总干事 他就说 这个近东救济处已经注意到相关的报导 但是 他就说相关报导不知情 表示 他们 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 在 以军 发动军事行动后 已经 撤离了在加沙的总部 强调之前 在这个近东救济处 房舍附近 和下方发现有可疑地道 已经即时向 这个义方 发出报告 以及向 联合国报告 什么都说了 这个 很聪明撇清 叫做澄清 不是撇清 澄清了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恨联合国呢 联合国有些高官 也说以色列犯了战争 刚刚又有人出来了 这个就是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专 这个高级专员 陶尔克 这次他也说得很明确 他就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于 义军在加沙地带大规模军事行动 深表关注 也说 义军 这样做下去 根本就是构成 战争罪 你真是好赢 拍手掌 真是 有胆 有胆 当然你知道了 联合国当然是压力大 他们这么强的实力以色列 联合国人权高专 最搞笑的是 之前记得人权高专 不是去新疆的 他就说 那份报告也都 说没有证据 证明新疆在发生的事 当然 后来这个人权高专 记得被西方媒体有压力 为什么说没有 后来他 都是说 有些现象 就是说新疆有什么有什么 这次怎么没人说 又是 这次加沙地区 这么多视频 这么多数据 你又不说 你还说不是吗 你还说不是吗 你有胆说不是吗 同一个标准 如果你觉得联合国人权高专 说过那些 之前 当然 他就说有些都是有权威的 现在究竟有没有权威 都是你算了算的 当他要利用你时 很有权威 不利用你时 你不行的 你胡说 现在联合国人权高专 说话其实我跟事实比较相符 刚才大马水光 他说这么多 每天 你就是看建筑物 你都知道 是吧 看建筑物 烂成这样 你都知道 原来这个 联合国人权高专 他也说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 他们办事处已经记录了 以军在没有冲突的地方 亦都进行了广泛的军事行动 他说的 我引述联合国 以及破坏了别人的基建 包括在居民的住宅 中学、小学和大学 以军这个行为 的目的和结果 似乎都是对这些居民 造成了一个 后果就是没办法回到家园 他就说在这里 要提醒以色列当局 强行转移平民 是会构成战争罪的 当然他有没有理你 他说 你干什么 换了你 换了你联合国的东西 这位联合国高专也说 以军 现在是令到加沙地大 距离以色列边境一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 都已经动手 就说他们 似乎想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区 这种在非军事地区 对这些建筑物大规模破坏 已经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构成战争罪 当然他也看不到 看不到 其实真的很惨 加沙北部的人 是要吃动物刺鸟 这个乙方说 加沙没有饥饿 你这样也说得出 当然联合国和你串通了 世卫和你串通了 换成全都变成了 难怪拜登的压力这么大 你这样 拜登选举也很大 你现在说的事难听点说 你颠倒是非黑白 没错 你跟这个世界道 你说是没有惊讶 这个联合国说有 联合国骗人 我相信联合国多过信你 美国也不敢这么说 他也说要人道主要帮助 因为他也知道 有些事情如果过了 他自己 其实说真的 这次尾巴冲突 西方那一套 是松松的 为什么倒转你都还支持他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美国那么恨中国 一揭露了 中国刚刚刚 你跟我说 要停手 结果你停手 要给他家具 要给家具 没得说 这些没得说 好像澳洲那样 我们不想家具 那些人就捱饿了 但是你又停止了 近东救济署的援助 美国很多高官 西婆 出席公众场合 给人民 你都没得回答 为什么 要支持人道援助 为什么你给 军备人家 你根本回答不了 一句就收工了 拜登也回答了几次 我们会继续注意 你不用说这些 没人相信 因为这个每天就是这么多人走 是吗 当然你说不对 数字 你说对这个数字 都是多 而且这么久 10月到现在 现在 28,000多 当你1% 其实当然不止 这个数字其实是乱合国 基本上是 是不止 是不止 老闆 没错 我只是说1% 这个数字不止 你们说的 人权 哪里一个都厌多 是吗 新疆你们这么说 为什么不是一个标准 想问 新疆你们说 不行 穆斯林的利益受损 巴勒斯坦应该多数是穆斯林 是吗 没了 不仅受损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